于晋自文泽 泰山俱平人 于晋的初登场是在中平元年 因黄金之乱 报信回乡征兵时入伍的 也就是说 于晋的第一个主功是报信 于晋是何时因何跟随曹操的呢 三国志于晋传中记载 出平三年 陈宫报信迎曹操为眼周幕后 在一次与黄金军的战斗中 报信阵亡 报信的部队便被曹操接收了 出平四年 曹操父亲曹松被陶谦手下杀害 曹操率兵大举进攻徐州 曹操派于晋攻打广岐县 史书记载 攻广岐拔之 败县陈都魏 第一次于晋单独领军 干净利落完成任务 曹操也爽快地再次提拔于晋 兴平元年 曹操再次进攻陶谦 陈留太守张淼迎接吕布叛曹 于晋随同曹操到濮阳讨伐吕布 于晋单独率兵在城南攻破吕布两座营战 又率兵在虚昌击败吕布部将高雅 接下来又跟随曹操攻打寿张 定陶 在雍秋包围张超 占领了四座城池 又随曹操讨伐黄金军刘碧 黄少等部 困扎在板梁 黄少等成夜袭击曹操迎战 于晋领布下迎击打败了黄金军 斩杀黄金军头目黄少 迫使黄金军全部投降 于晋这一年在曹操收复眼周的过程中 立下汉马功劳 也再次升迁为平鲁校尉 还是在这一年于晋跟随曹操在与袁术的战斗中 斩杀袁术手下乔蕊 月舅 李峰 梁刚等四员战将 大家好 这里是白话文史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 曹魏五子梁将之一于晋的荣满一生 如果喜欢请您别忘了订阅 谢谢 宛城之战 建安二年著名的宛城之战中 因为曹操的个人原因 导致全军死伤惨重 还搭上了大将典围 长子曹昂 侄子曹安明 曹操本人也险些丧命 面对张秀军的突然反水 曹操军大乱 各部士兵们都各自逃命 溃不成军 在一片混乱中 只有于晋统帅的几百人 切战切走 缓缓后退 未曾乱了阵脚 在回撤途中 见到其他部队中的士兵 有人被打伤 还光着身子 于晋一问才知道 是被青州兵给抢劫了 于晋大怒 率领部下 讨伐了青州兵 并当着他们的面 列数他们的罪过 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史书原文 将军再乱能整 讨爆奸累 有不可动之节 虽古名将何以加之 因在晚城之战中 一系列出色表现 于晋被封益寿停侯 于晋也成为 吴子梁将中 第一个被封停侯的将领 吴子各有特色 于晋最善于 稳定军心整理军纪 众所周知 曹操在晚城之战中 损失惨重 但整体实力 并未伤筋动骨 于晋立下手功 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 收拢败军 稳住阵脚 讨伐青州兵 树立军纪 防御追兵 那么这一战的损失 必然更大 逃散的兵 是没有战斗力的 连曹操自己都在逃命 在这么危险 混乱的局面下 于晋居然做了一系列 常人做不到的事 确实为大将之财 战争之初 袁绍兵士强盛 于晋却毫不畏战 主动请英 表示愿为先锋 曹操调拨2000人 给于晋 让其聚守严晋 以抵挡袁绍 自己因主力部队驻扎关渡 此时刘备跑到徐州 举兵背叛曹操 曹操东征刘备 于晋带领部队 坚守严晋 直到曹操击溃 刘备 毁军关渡 确保了防线 随后 于晋与越晋 一同率领5000人 从严晋西南渡过黄河 向西南一路 进攻袁绍侧翼 攻取极限 或加限两地 焚烧袁军两草30余屯 斩首俘虏援军士兵近万人 还招降袁绍部将 何茂 王摩等20余人 紧接着曹操派于晋屯兵援武 向袁绍军的杜石金 发动进攻 再次获胜 因为这次的功劳 于晋晋升为匹将军 经过多次战斗 袁绍两军互有胜负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双方都进起连营 筑其土山对峙 袁绍军构筑 堆土楼鲁堆土如山 用剑聚高临下辐射曹营 士族死伤很多 一时间军心惶惶 于晋在土山下亲自督战防守 不顾威胁 身先士族 曹操军士顿时振奋高昂起来 在关渡之战后 曹操封赏功臣 于晋升迁为偏将军 战杀昌西 建安11年 昌西投降曹操后再次反叛 曹操派遣于晋征讨 于晋急攻昌西 但是未能攻克昌西的据点 于是曹操又派夏侯渊领兵 与于晋一同作战 攻下了昌西的十亿座据点 因为昌西与于晋是旧交 便向于晋投降 诸将皆以为昌西已降 应当让曹操处置 于晋说道 你们难道不知曹公的命令 大军包围后才投降的人 不能免罪 昌西虽然是我的老友 但我岂能因此失解 于晋传记载 自临与昌西诀别 允替而斩之 曹操听闻后 更加器重于晋 东海平定以后 曹操上表汉先帝 表公于晋等人 于晋因此败为虎为将军 关于此事 有观点认为于晋能力不足 未能攻下昌西 三国志夏侯渊传中记载 于晋单独领兵 未能拿下昌西 曹操派夏侯渊增援 二人合力才击败了昌西 于晋是主军 夏侯渊是客军援军 在此战中 看不出夏侯渊前来 取代于晋的主将位置 二人不存在隶属关系 于晋传中 晋即进攻兮 兮于晋有救 亦晋降 也看不出于晋有任何指挥师当 失败仗落下风的情节 仅仅是急攻 但未攻下而已 局面仍然占优 昌西投降 不是城破被俘 是被包围 揍头无路 开城投降 此时他仍有选择 投降于晋 或夏侯渊的机会 最终选择了 投降于晋 所以于晋 斩杀 开城投降的昌西 才会引起世人争议 于晋做法 确实充满争议 裴松之主 曾言 唯而后降 法虽不赦 求而送之 未为为命 无论何种看法 都有其道理 但无论如何 曹操郁家弃重于晋 此事后 于晋升为虎卫将军 晋升为杂号将军 于晋迈入了高级将领行列 而距离他跟随曹操 已经过了15年 封左将军 贾捷月 嘉安21年 于晋谦为左将军 贾捷月 十亿500户 封一子列侯 于晋 晚成之战后 被封停侯 五子梁将中的第一个 贾捷月是曹魏 外姓武将第一个 这里可以看出 曹操对于晋的喜爱 达到了何种程度 有观点认为 贾捷与贾捷月 地位同等 仅是礼仪不同 这并不准确 首先 汉末三国年间 很多旧制在不断变化 大小诸侯乃至三分天下 几十年间风云变换 各路大小政权频繁变换 每个职位在不同的阵营 不同的年份 都有微妙区别 例如贾捷月 汉末以来 仅董卓曹操有此头衔 曹操此时受语于尽 意义又有所不同 天下大乱初期 很多诸侯自己也只是杂号将军 后期各种将军才越来越多 贾捷在三国历史上 前后人数可能多达几十人 贾捷月仅有个位数 从礼仪上 一定是贾捷月更高 荣誉更崇高 这是毫无疑问的 纵向来看 汉末以来的贾捷月 贾黄月 贾月 共计因为八人 于晋之前 仅有董卓曹操 第四名就是建安二十四年 关羽了 后进者不再列举 关于贾捷月 贾黄月 贾月 贾捷 池捷等等 今后会单独分析 横下来看 曹魏集团名将云集 人才比另两家充裕得多 但贾捷者不少 贾捷月 这一时期仅有余进 很明显 余进此时就是曹操心目中 外姓武将第一人 属于极少数亲信之列 贾 贾 贾